歡迎收看小熊老師培寧教數學 那我們今天這堂課要來介紹這個平面座標上面的項限 有的時候學生會把項限用一個不太好的方式學以至於會太難 就是他可能會去背這個第一項限是正正 第二項限是負正 第三項限是負負 第四項限是正負之類的 那這樣都會平添自己的困擾 其實我們尤其像這個他項限就只有四個 他的邏輯又很強 所以你就用邏輯去記 然後多練習幾次 你就很自然而然的你就會了解這件事情了 這個根本不需要背了反而增加自己學習的困難 這一條線左右兩邊是X X在中間點是0 X在0的右邊是正的 左邊是負的 我遮錯了 應該說這邊是正的 這邊是負的 那Y在上面的話是正的 下面的話是負的 其實就這樣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這個 比如說第四項限 第四項限是X正的Y負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以下個點在第幾項限 我們也不用去標 我們就來想一想 一二在第幾項限 正的正的 正的在右邊 Y正的在上面 第一項限 我們的項限是一二三四 這樣子繞一圈的嘛 所以一二是第一項限 負一二勒 負一二對不對 在第二項限 負一在 X負的在左邊 Y正的在上面 這個三負一勒 X正的在右邊 Y負的在下面 第四項限 那這個 我們剛剛第二個題目是負一負二 我們一看好題目 負一負二的話 X是負的 Y也是負的 這個是第三項限 那如果是負一的話 X是負的 Y是正的 X是負的圖形在左邊 Y是正的圖形在上面 所以是一二項限 對不對 所以其實用邏輯去推論就好了 那你多做幾次 這個問題就會學起來 不要去記口訣去背 沒有必要 來看一下五零這一點 五零這一點 它其實是在X軸上的 那Y 0-3這一點在Y軸上 你會發現Y軸上的點的X是0 然後X軸上的點的Y是0 所以有X的值的 就是在X軸上 沒有Y值 那沒有X值的 X值是0的 它就是在Y軸上 0 0是圓點 這個X軸上 Y軸上和圓點 我們都不說它是第幾項限 因為它在軸上 這樣子 所以其實項限是很好判斷 那難是難在哪裡 難在後面的延伸 來看下面這一個 A大於0 B小於0的時候 A乘B 然後B平方 這樣這個在第幾項限 因為A是正的 B是負的 對不對 A是正的 B是負的 正負的負然後平方完一定是正的 B平方 B是負的 但是它負負的正 平方完一定是正的 所以負正 那我剛剛有講 就是不用去背這個 你想X是負的 Y是正的 所以它是第二項限 那說真的 你判斷久了 你自然就會很快記起來 雖然說不用背也是會 自然而然像背起來一樣 可是就是不用把它當口訣去念啦 因為你把它當口訣去念 可是你本身沒有這個快速推論的能力的話 你背錯了自己也不知道啊 那到時候你 比如說考試考出來 第二項限是正負還是負正呢 然後猶豫 這樣沒有意義 對不對 應該是說趕快判斷一下 第二項限所以X是負的 Y是正的 這樣就好了 來看下面這一個 A-B 那因為A是大於0 B是小於0 一個正數減一個負數 減負數會變加 所以它會越減越大 所以這個A-B是正的 那反過來B-A 負數減正數 越減越小 所以它是X正Y負 X正在右邊 Y負在下面 所以是第四項限 好 接著呢 我們要來學習一個常見的 一系列常見的知識 就是為什麼在這個項限的推論的部分 對學生來說會有點難的原因 通常是因為題目它不見得這麼好心 給你數字 或者跟你說X是正還是負 它可能透過一些迂迴的方式 要讓你自己去判斷 這個點的X到底是正的還是負的 我們舉一個例題來看一下 比如說這一題 它說2乘以A乘以B 2AB是小於0 A加B大於0 A-B小於0 請問你 2B-A 這是X 然後B平方-A平方 這是Y 它在第幾項限 誰知道 你有沒有跟我講A是多少 B是多少 對不對 像這種題目呢 這個訪見補習班可能會給你一個 他們會教你 你可以用這個A跟B如果你判斷出正負號的話 他說正的你就用1負的就用負1帶進去 其實這樣子推論是 這個推論出來的答案是會對的沒有錯 可是我個人不建議 因為學生他這樣做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能夠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通則會成立的話 個案就會成立 所以通常這個題目它都是一個通則 A跟B都沒有告訴你數字是多少 所以應該是對於每一個數字 只要A大於0 對於說大於0的數字都要成立 但是我剛剛就說 就是學生他不太了解這個邏輯 變成說他只是懂得怎麼解這個題目而已 那反而錯過了一些思考的訓練 我認為這樣比較不好 尤其是他也不見得能夠判斷A跟B到底是大於0還是小於0 那我們來看一下像這樣子的問題要怎麼處理 首先先捕捉第一個 這也是老師們一定會教 那學生通常都也還是會啦 如果A乘B大於0 代表A跟B同號 A和B就是頓號 AB同號 什麼叫做同號 就是說如果A是正的 B就是正的 如果A是負的 那B就是負的 這樣叫做同號 也就是他們是正正或負負 兩個是同號 那如果AB小於0 那代表AB是1號 AB是1號 也就是說他A如果是正的 B就是負的 A如果是負的 B就是正的 因為正負得負 負正也得負 所謂小於0就代表他們乘起來是負的 那這個大於0就是乘起來是正的 所以他們應該是正正得正或負負得正 這樣子 好 光是知道這個還沒有辦法判斷出來 到底A是正還是負的 對不對 所以下一步 如果你知道AB同號 你又知道A加B大於0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判斷 他們兩個要不然就是正的跟正的 要不然就是負的跟負的 如果他們是負的跟負的加起來應該是負的 如果他們是正的跟正的加起來就應該是正的 所以說如果今天告訴你A乘B大於0 也就是他就告訴你AB同號的話 那麼他又說了A加B大於0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A就是正的 B也是正的 可以嗎 那如果他告訴你AB同號 又告訴你A加B小於0 也就是說其實兩個都是負的 可以嗎 那其實到這裡通常就可以解題 就是你就知道A跟B是正的還是負的 然後去解後面的題目 那但是我們可以再來補充一下 如果他又告訴你了你A-B大於0的話 我們把這個A-B大於0這條式子 你在下面畫一個箭頭 他的意思其實就是A大於B的意思 也就是說A在數線上會在B的右邊 所以在數線上面 0 B A 就是A跟B都是正的而且A在右邊 如果是這個的話他在數線上面是 0 A B這樣子 可以嗎 可以嗎 這個如果他跟你說A乘B大於0 也就是AB同號 結果A加B小於0 代表A跟B都是負的的時候 又告訴你A-B大於0 一樣的道理 這個仍然意思是A大於B 那A跟B都是負的 結果A大於B 其實是代表A負的比較少 就是在數線上面 只要是A大於B 不管是正的還負的 只要是A大於B 代表在數線上 A就在B的右邊 所以這個在數線上面畫起來 它的圖案會是這個 0 A B這樣子 0 A B 你看我是算給你看 比如說我現在有一個A是-3 B是-6 那這樣子A就比B大 A在數線上A在B的右邊 A負的比較少 所以A比B大 你拿-3減-6減出來會是正的 正3 可是如果你拿-6減-3減出來就是負的 所以只要A減B是正的 代表A比B大 代表A在圖形 在數線上面A在右邊 這個時候 如果他們兩個都是負的 那A其實是負比較少 那下面這個 如果A減B小於0 它的意思就是A小於B 如果他們都是負的 代表A負的更多 關於這個正負號 然後運算比大小的邏輯 其實可以多帶學生練習 不只是為了寫題目 就是思考練習 那這個是在這個AB同號的情況下 記得這個把它抄在你的筆記本上 對 像這樣子整理起來 那如果今天AB1號呢 也就是A乘B是小於0 A乘B是負的 那AB1號的時候呢 我們剛才你會發現 我們剛才知道AB同號之後 下一個是抓這個A加B大於0還是小於0 可是AB1號的時候呢 我如果告訴你 A加B大於0 AB1號 其實沒有辦法判斷出正負號 那所以我們會比較有幫助的 這一次 對於在AB1號的情況下 要去判斷A跟B誰是正誰是負號 比較有幫助的是 A-B大於0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比較有幫助的是 A到底是比B大 還是A其實比B小 為什麼 因為A跟B兩個一正一負 如果A比B大 那想B就是正的 我剛講到 只要A比B大 代表A在數線右邊 那他們兩個一號 代表一個在正的這一邊 一個在右邊 一個在0的左邊 對不對 所以一正一負 不知道到底誰才是正誰是負 如果A又比B大 代表其實 這個 在數線上面 A是比 A是正的 B是負的 對嗎 那如果A比B小 代表在數線上面 A是負的 B是正的 你可以像我這樣寫 你也可以像剛才我們寫 這樣你就寫這個 A大於0 B小於0 這個寫A小於0 B大於0 都可以 好 那其實到這裡 我們就判斷出來了 他是正的還是負的了 那 剛才我們要判斷出 A跟B的正負號 我們需要的是 AB同號 而且A加B 大於0這件事情 大於0還是小於0 後面那個是補充的 對不對 但是如果AB1號的話 對我們比較有幫助的是 不是A加B大於0還是小於0 是A-B 是A-B 有一點點差別 但是 我還是那句話 不需要背 不需要背 你只要懂得推論就好了 那這個邏輯就是說 A-B大於0 或A-B小於0 他要告訴你的是 A大於B 或A小於B 那 A加B大於0或小於0 在這邊 在這邊 如果我已經知道 這個是A正B負 A加B還會大於0 其實他的意思是 正的他加的部分 比負的這個扣掉的部分還要多 也就是說 A的絕對值會大於B的絕對值的意思 就是你加的比減的多 正的比負的還要來的多 所以在圖形上面呢 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B在這邊 那A會比他離0還要更遠 如果A是正B是負而A加B小於0 代表其實 不好意思 這個是0 代表其實B是離比較遠的 可以嗎 那這個圖形 是A-B正加起來大於0 一樣是加的正的那個比較遠 也就是絕對值B會大於絕對值A 那如果是這個的話是 這個負的那個離的比較遠 也就是絕對值A會大於絕對值B 那這個老話說很多次 就是不需要背 可是你要會推論 然後多練習 要多練習 很多時候 當老師都很怕就是 你跟學生說這個不需要背 那你要他多練習他也不練 最後全部忘光 還是要多練習 來看一下這裡有兩題 你們試著想想看 運用剛才的知識來回答一下 第一題如果A B這個點在第四項限 請問下列這三個點各在第幾項限 第二題如果2AB小於0 A加B大於0 A-B小於0 請問這個 這個在第幾項限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也是沒有要閒聊 但是介紹一個很簡單的小知識 就是我們剛才這個 四個項限有這四個記號 有的時候老師很難以想像 就是連這個東西學生都會覺得很困難 其實沒有什麼好困難的 這個就是技術符號 就是畫一撇就是1 就像波算盤一樣 畫一撇就是1 畫兩撇就是2 畫三撇就是3 畫四撇就是4 那這個其實是羅馬數字 羅馬人在使用的 他們在使用的時候 不見得會加上面那條橫線 但是有的也會加 那但是呢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 他們在使用羅馬數字的時候 有的時候不會讓技術一直延續下去 這樣很長 所以他們有一種使用習慣 畫一數這個是1 那寫一個這個V 一個勾勾是5的意思 寫一個XX就是一個這樣X 是10的意思 然後呢 你看到的符號 你就從左邊加到右邊 比如說假如我今天寫 你看到這個 這個 這樣 這是多少 10加5加1加1啊 15 16 17 17 這個就是17 從左邊一路加到右邊 可是 如果左邊比右邊小 就是如果你今天看到右邊的符號 比左邊大的話 那就要用減的 那因為他們避免這個符號延續的太長 所以假如說像這個4的話呢 他們就會寫成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 你一開始先看到1對不對 後來看到5 那因為5比1大 所以是用5-1 所以這個是4 那如果寫成這樣 5 碰到1的時候 1比較小 所以繼續加 所以這個是6的意思 我來看剛剛這兩題 這個AB在第四項線 那這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個的意思就是 第四項線有沒有 第四項線X是正的Y是負的嘛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A是正的B是負的 可以嗎 回答一下你的問題 A是正的 所以負A是負的 B是負的 絕對值B是正的 所以X負Y是正 這個在第二項線 可以嗎 X是負在右邊 Y是正在上面 第二項線 然後這個A-B是正的 減負的 越減越多 B平方也是正的 這個是第一項線 A大於0 負A小於0 負A減2 越減越少 那B是負的 3減負的 其實是3加一個正數 所以是越減越多 那這個也是第二項線 這樣可以嗎 再來看第二個題 2AB小於0 其實可以不用看這個2 我們到後面學不等式的時候會提到 這個2其實可以除掉 那他的意思就是A乘B是負的 你可以想像2乘以多少是負的的話 這個多少就也是負的 所以A乘B是負的 A乘B是負的的話 我們剛剛有說這代表什麼意思 還記得嗎 這代表A B1號 一正一負乘起來才會是負的 如果他兩個都是正的 或兩個都是負的 乘起來就是正的 對不對 A B1號所以一正一負 接著 我們剛剛有提到 當你AB1號的時候取得這個 A加B大於0的效果並沒有很大 先來看後面這個 A-B小於0 所以可以推論出來的是 A小於B 所以A-B才會小於0 AB1號A小於B 所以 1號代表一個在0的右邊 一個在0的左邊 那A是在小的那一個 所以A是負的 B才是正的 接著A加B大於0 代表正的那一個是正比較多的 所以絕對值B是大於絕對值A的 可以嗎 在數線上畫起來是這樣子的 B離的比較遠 回答問題 請問2B-A 那B是正的 所以2B也是正的 減一個負數會變成加 所以是越減越多 然後這個B平方-A平方 那因為平方完都會是正的 可是因為B的這個絕對值比較大 所以B的平方的那個值也會比較大 所以B平方-A平方會是正的 所以這樣是第一項線 那在這裡補充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剛才講到 再來很快的複習一次 A乘B大於0的時候 代表的是AB同號 對不對 也就是他們兩個 要不然就是都是正的 要不然就都是負的 如果A乘B小於0的話 代表的是A和B都一號 A跟B一正一負 那如果A乘B會等於0呢 我們有提到這件事情 如果A乘B等於0的話 代表的意思是A和B有一個是0 不一定有一個至少一個是0 有可能兩個都是0 所以這個就是A乘B等於0的情況 那因為這種情況比較罕見 而且它讓你知道他們兩個可能有一個是0 沒有辦法讓你判斷誰是0的話就不實用 所以這個比較罕見 那這是一點 那另外一點是像我們剛才的題目 我們剛剛的題目你會發現 我們假如有出現這個減法的話 我們通常你會看到的是負數去減正數 那我們說這個越減越負 或者說這個正數減負數其實是 因為負負得正所以它是越減越多 那有沒有題目會出正數減正數呢 那如果正數減正數它沒有給你其他條件 你是不是就判斷不出來減完 到底是多還是少 因為這兩個都是正啊 你怎麼知道誰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這種題目比較少見 包括這個比如說負數加負數 負數加負數或負數減負數 都比較少見 這種比較常見 或者是正數加負數 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最後會是正還是負 那比較少見也不是沒有 像我們剛才解的這一題 後來這個b平方是正的 a平方也是正的 我們可以判斷b平方比a平方大 就還是能夠推論它是正的 所以不見得不行 但是你要能夠做到這一點 你就要給夠多的條件 你看我們給了三個 讓你用來判斷他們兩個 你不但知道b是正還是負 還知道b的這個數字 絕對值的部分比a多 你這樣才有辦法去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他今天他這個沒有給 他只有給你a乘b小於0 你只能夠知道a-b正而已的話 像這種正數減正數的問題就答不出來 那在這裡說明一下 有時候學生可能他學一學 那學生沒有問 可是他心裡會納悶就是說 如果題目不是這樣子的話 難道也可以這樣算嗎 那就是在這裡跟學生講 就是老師也可以跟學生說 就是題目通常都會這樣 如果不是這樣 要不然他就不能算 要不然他就要再給你更多的資料 所以學生有這種疑問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好 同樣的作業我們會開放 下載圖檔 好我們接客是到這裡